买到了新手机很多民众非常的珍惜 在上面一定要贴上保护贴 而市面上保护贴呢 有贵的有便宜的 价格一叉叉好几倍 像是贵的呢 这一小张要价800元起跳 他说呢可以防刮防暴 那么到底很多民众心中的疑惑是 低价位跟高价位的品质到底差在哪里 来看新闻中的实际测试 拿着螺丝旗子 网贴有保护贴的手机镜面 用力使劲破坏 一下用筒的 一下用戳的 试图弄破保护贴 但不管再怎么实力 整张撕起来 不留一点痕迹 看一下我们要看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 这是市面上用来保护手机镜面的产品 业者拿工具破坏 实际测试 防刮防暴防破耐用度5H 光这样一张薄薄的膜 要价800块钱起跳 我们本身硬度比较高 所以说那在伤害 伤害程度会比较低一点 但真的吗 越贵越好 耐刮程度就越高 以价位来进行硬度比较 300块钱中低价位的保护贴 和高价位一张800块钱以上 立刻用手指头 还有硬币来做测试 耐刮程度 一看就有差 但如果比较中低价位的保护贴 硬度一刮都留下了痕迹 而且粘贴上光镜头的孔位 就很难对齐 品质似乎没差多少 所以说可以多比较一下 因为其实磨料的品质撑差不齐 过去消费者总以价格为导向 认为便宜就好 但随着智慧型手机 面板的功能依赖越来越高 担心手机刮伤摔伤 使得类似这样的高单价 动辄一张800起跳的保护贴 销售量也跟着增加 中期新闻六日韩知新台中报道